好怀念西蒙的战友阿末被杀,为了人民我愿和平下台。 今天,霹雳大臣阿末被杀,在霹雳州议会的信任动力中,以48票对10票的记录捍卫大臣职位失败。 然而,当他在下台前在发表演说时,出演感谢现任国盟政府表明,他愿意接受这次的议会结果,同时愿意下台。 随后,他也感谢州议员,包括西蒙时期的战友,和现在一同和组政府的议员们。 他望着昔日的西蒙州议员,笑着说道,坦白讲,我有时候真的很想念你们。 他坦诚,自己从上届大选开始,就已是单独一人孤军作战。 他说,但上苍决定让我出任大臣,我认为,如今的任期是最好的时机,要加强好的政策,纠正一些不对的事物。 此外,阿末被杀也承诺,他会确保权力顺利移交。 我目前作为州务大臣要承诺,会确保妥善地交棒给新政府。 他表示,自己将会再把今日表决结果禀告霹雳苏丹纳兹林殿下,他也相信,信任州务大臣后续将会觐见苏丹。 他表示,自己是以平和的心看待,并接受批州州议员们今天的决定。 他表示,自己身为大臣必会延出必行,既然答应为人民利益出发,所以他会确保新政权转移会在文明有理方式下进行。 他提及,自己也认为,在应对经济情况不稳定时,不应该让政治问题被延长。 此外,他同时也感谢行政议员团队,因为他们准备了一个很好的财政预算案,尤其是对妇女的发展,他希望可获州议会地接受。 根据报道,这项不信任动议,是由武统彭加兰克鲁州议员阿多玛纳哈辛所提成,他要求州议会检测阿莫费莎的支持度。 其动议为霹雳州议会允许一项依据议会常规第273条文的动议,决定饥州议员阿莫费莎拥有议员的信任,来担任州务大臣。 目前,霹雳州议会内,共有25名武统议员,5名土团党议员,3名伊斯兰党议员。 至于反对党方面,16名行动党议员,5名诚信党议员,3名公正党议员,1名民政党议员,及1名独立议员。 另外,批州议会也被展延至下周三,12月9日,下午2时30分。